我们再来学一下Nations 国家 我们看第一个是Comeros 葛摩岛 Comeros 葛摩岛 它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岛 在非洲东部 也就是在非洲向唐萨尼亚的东边 唐萨尼亚的东边 在非洲的 靠近非洲的地方 也就是在非洲 我们来念一次Comeros 葛摩岛 Comeros 葛摩岛 这是看一下它的国旗 国旗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个我们叫做Cook Islands Cook Islands 是不是在那岛上都要做饭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取Cook Islands 这应该也是 那个叫做United Kingdom的一个 就是属于英属的殖民地 United Kingdom 那它在哪里呢 在 这叫柯克群岛 Cook Islands 叫做柯克群岛 它有很多岛 所以它Islands 那它在哪里 纽西兰在这边 New Zealand 它在纽西兰的东北方 在纽西兰的东北方 所以在那个太平洋岛上面 它属于一个太平洋岛群岛 那我们再念一次 Cook Islands Cook Islands 柯克群岛 不要忘记它是属于英属殖民地的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Costa Rica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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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a在哪里 在中美洲 在巴拿马的隔壁 尼加拉瓜下面 所以Costa Rica在哥斯达尼加这个国家 Costa Rica 它国旗是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的Coledivar Coledivar 就是应该是一个法国的法语 Coledivar Coledivar Coledivar在哪里 Coledivar是在 在非洲的一个国家 在西非 在这个地方 Coledivar 在这里 它应该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 它的国旗是这样子 国旗是这样子 我们再念一次 Coledi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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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非 西非 的这里 加纳的隔壁 加纳的隔壁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叫做Coledivar Coledivar 克罗爱西亚 Coledi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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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克罗爱西亚 Coledivar 叫做克罗爱西亚 克罗爱西亚在哪里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圈起来 你就可以找到了 在这一个位置 在意大利的东边 在意大利的东边 Croatia 它的国旗是这个样子 国旗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国家 叫做Cuba Cuba就是古巴 最有名的就是雪茄烟 古巴产雪茄烟 古巴 Cuba 古巴 在哪里 它在中美洲 在美国的东南边 美国的东南边 古巴 它是一个岛 它在开曼群岛的上面 我们再念一次 Cuba 古巴 Cuba 古巴 它的国旗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国家 它是在中东的地中海的国家 它叫做Cyprus Cyprus Cyprus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Cyprus Cyprus 塞浦路斯 Cyprus 在这边,也在中亚的国家,就是地中海在这岛上面 塞浦路斯,Cyprus,Cyprus,塞浦路斯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叫做Jek Republic Jek Republic,捷克共和国 Republic就是共和国 Republic是共和国 Jek,Jek是捷克,Jek,捷克 Jek Republic就是捷克共和国 我们通常就叫捷克,我们就叫Jek 捷克在哪里?捷克在我们刚讲过的 以前讲过奥地利的北方 在奥地利的北方,德国的东南边,对不对? 波兰的西南边,捷克他以前也被 所以纳粹摧残过,德国摧残过 所以叫做Jek Republic,捷克共和国 Jek Republic,捷克共和国 看一下那国企是这个样子的 他在,他是属于中欧的国家 中欧的国家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国家 是在非洲的国家 叫做刚果 刚果叫做Republic of Congo Congo Republic of Congo Congo就是刚果 Congo就是刚果 在哪里? 刚果共和国 在这个地方 在中非的地方 中部非洲 非洲的中部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 共和国 Republic of 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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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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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刚果 也就称为刚果 Republic of Congo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另外一个国家 回到欧洲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叫做Denmark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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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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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部分是白人的国家 金黄色头发 个子都很高 然后设计家具最有名的国家 家具设计最有名的国家 就是Denmark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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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的国旗是一个十字 十字 它在德国的上面 Denmark 他们的教育系统还不错 他们蛮鼓励小孩子 他们的创意 所以他们每一个小孩子都会设计 而且他们要亲自 动手做 学校教育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然教育的国家 以及每一个都要用自然自己去完成工作的一些使命 教导小朋友怎么样去自己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就叫Denmark Denmark Denmark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十个国家的国旗 国家 国旗的一些名称 还有它的位置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能够认知 看一下 也好好的了解世界地理 一样再次希望大家以后有旅 大家有机会旅游世界的时候 能够了解这些国家在哪里 OK That's today's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